不偷不看,不乱撕,偷偷摸摸,做坏事,以为平安会无事,自欺欺人丧了志,业障到时,出大事。 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学佛早班车》。 师父说,修行要借贪嗔吃,我们学佛人应该明白,一切法都是因缘合合而成。 我们今天所享用的人间的一切都是因缘,我们虽处红尘,应该当体即空而不执着。 在修世间法,就要想到出世法,因为一切都不可得。 金刚经说,未来,过去,现在,一切都不可得,既然知道最后都归于空,就不应该再不守戒。 接下来,让我们看几则精彩的同修分享吧。 首先,这位同修分享道,感恩拿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合萨。 感恩十方三世诸佛菩萨,感恩龙天护法菩萨,感恩卢台长,感恩各位师兄。 弟子王同修,学佛念经三个多月以来,受益特别大。 肝损伤好了,不发脾气了,爱人比以前更懂事了,懂得孝敬父母,对妻儿子女关心。 感觉儿子比以前更懂事了,女儿的忧郁症好了,脾气变好了,晚上也能睡踏实了,感觉家庭幸福和谐。 我一定会好好跟着菩萨师傅,弘法度人,让天下众多有缘人,离苦得乐。 感恩师兄的分享,这位同修说道,我从小皮肤就不好,侧脸,手臂,上部,大腿和小腿都是肌皮肤。 随着不停地吃素,放生,也不再杀生,发现皮肤都有改变,现在脸上,手臂,小腿已经没有肌皮肤了,变得很光滑。 大腿上,相信随着修行时间长,也会慢慢消掉的,这个真的只有菩萨的力量才能改变了,只能说是非常神奇。 感恩同修的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感恩师父。 弟子做一个简短的分享,这周六需要正常上班,一上午状态都挺好的, 工作不忙时就念经。 在接近十一点的时候,突然感觉头晕目眩,站起来天地旋转的感觉。 走路都是晕乎乎的,仿佛一下就可以倒地不起了。 趁着午休时间,赶紧去河边放了两条鲤鱼,一条给师父,保佑师父法体安康,弘法顺利。 一条给自己,保佑我下午头脑清醒,不要再晕了。 放生回去的路上还在晕,到了办公室立马就好了,而且一直到现在快两天了,都没有问题。 前段时间求了菩萨一件事情,一直未能如愿。 想来是自己功德不够,弟子会努力精进修行,多参加白化佛法共修,提升境界。 希望早日能够调整到更利于弟子修行修心,弘法立生的岗位。 有更多的时间用来修心修行,提升自己的能力。 很好地做菩萨和师父的牵手牵眼。 感恩师兄的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感恩观世音菩萨有求必应,通过许愿念经放生三大法宝,保佑我剩下一个健康的南宿宝宝。 从怀孕到生那个月,我每个月至少烧送二十一张小房子保平安。 每天放生,直到去医院后才没有放生,后面由家人代替。 感恩观世音菩萨有求必应。 我的科目三考试顺利通过,之前由于业障阻碍,小房子跟不上,导致几次考试都没通过。 这次是补考的了,通过许愿念小房子,转功德后,科目三考试顺利过关。 师父说过,不顺的时候是业障阻碍的,先消业还债,后就会顺利了。 希望更多有缘人,坚信道心,抓紧时间好好修,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台长师父,感恩师兄。 分享结束,如果有不如理不如法之处,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慈悲原谅。 同修自己的业障自己背,不让师父背,不让师兄们背。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师父讲一个小笑话吧。 台长很喜欢跟大家说笑话。 我说一个笑话都很有意义的。 说的是,有一个新来的护士,眼睛也不好, 他呢,打钓瓶,就是钓盐水这种钓瓶的技术很差。 有一个护士长,让他给一个熟税的病人去打针。 他去打针了,一针打偏了。 看病人没醒,悄悄地拔出来,又打。 结果,又没有打到血管上,又打一针,又打一针。 不知不觉,从头针打到脚。 又在这个护士妹妹满头大汗,再想找位置打的时候, 突然这个病人一跃而起,咆哮着骂道, 你真当我碎死了,从头扎到我脚。 护士妹妹落荒而逃。 第二天上班,被叫到院长室。 院长激动地握着护士妹妹的手说, 谢谢你啊,太感谢你了。 你居然把我们医院里八年的植物人给扎醒了。 这个笑话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一切都是缘分。 有心摘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阴。 学博也是一种缘分。 今天能够来听的都是我们有缘分的。 说不定我们早在几世之前,你们就跟观世音菩萨有缘分了。 所以碰到缘分,我们学博就好好地学。 你不学就会失去。 有时候当你生病了,再想拜佛念经的时候, 可能你也找不到自己的学博的方法和法门。 所以懂得珍惜因缘,珍惜人间的人缘, 你才能找到真正的佛缘。 感恩菩萨,感恩师父。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让我们在一起听师父的一则祭语。 执着执着,太执着,无常世界不执着。 一切都在经常变,过去未来没有见。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学佛早班车的内容。 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元气满满迎接每一天。 加油吧,学佛人! 嗯,同时也期待明天同一时间与您在这里再次相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